欢迎收看最佛形幽默的财经节目 理财达人秀 我是李兆华 今天台股继续往上涨 涨了55点 而且今天跟昨天比起来量能是放大的 昨天只有2100亿 好像有点观望 今天有涨到2700亿的成交量 为什么我想大家都看到了 因为今天有一个族群 在Intel CEO的喊话下 往上攻就是AI族群 不过往上攻的同时也发现 可能上面层层套牢的压力有点大 加上年底我们都知道 所谓的ETF在换股 他们的卖压似乎有一点点沉重 弹上去就有点弹不动了 又往下跑 好真的很巧 今天节目又有AI达人会来帮大家做解说 当然现在台股的涨是这样往上走 快要到万七了 很多人会说似乎可以乐观到年底 但是乐观到年底还是涨AI吗 或者是说有很多很多的产业 它会开始做一个轮动 节目常常提醒大家 股市涨到这里叫做选股不选市 尤其第三季的季报陆续出炉 十月银售也陆续出炉 其实很多的资优生都在排队等着法人青睐 首先先来欢迎今天的两位来宾 第一位就是刚刚有提到的AI达人 国泰正旗的蔡明翰明翰经理 为什么说她是AI达人 如果您是我们的老观众应该不陌生 最早来分享AI概念的就是明翰经理 说来也巧 他每次来AI股就会上下波动 有时候往上喷 有时候往下沉 那今天到底怎么看 AI几乎是全面启动 能够涨到年底吗 还是其实我们还是回头来看一下 第三季的财报跟十月营收 挑出排在后面等涨的极油股 第二位是我们的骨科大夫 荣医生Eason 大家可能看到Eason来都会想说 今天赵华要丢什么球给他 尤其是今天的话题叫做双十一 大家知道双十一去年前年的买器都不理想 今年好像真的不一样 因为连我都买了超级多东西提前起跑 尤其在手机市场我们可以看到 联发科占上900块钱了 我们在讲回温的时候才700多 就这样一路涨上来 手机的领域很广 所以今天Eason会来告诉大家 双十一他自己买什么 双十一又有哪一些手机的零组件 会跟着一起涨 好首先有请我们的民汉经理 到底为什么这个命运的锁链就是要把你跟AI绑在一起呢 对有点巧合啦 每次确实每次要来的时候要嘛就是大涨 要嘛就是大跌 那我个人觉得先跟大家讲结论 这个AI全反弹行情有没有到年底 我觉得大盘是有机会 AI可能需要一点点时间 大概是结论 我们等一下跟大家讲分析 但是十月强的就有机会一路走到这个所谓的季底 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所以这块来讲我们就要回到这个基本面跟大家解析了 那大家讲到今天的AI主要就是Intel 对CEO讲的一席话 那之前他讲他都在栓台积电 重点当然因为他们在这个晶圆代工的部分来讲 有稍微有些竞争的这个关系 所以有时候他就会栓一下台积电 这次他就说把完全都在AI上 他就讲到说这个AI屋所不在 需求 尤其他讲到未来AI PC的部分的一个动能 那所以整个重点也提到这个PC的部分 已经回到健康的库存水位了 其实我觉得他的说法 其实跟上次台积电的说法 其实都是很match的 我觉得这个对产业链绝对是正向的 只是他刚刚提到内容 他有不断提到AI 所以今天有全面性的转腔 AI的个股红通通 包含这个联巴科创波段新高 世纪还创历史新高 所以整个架构来讲 我觉得是正向的 尤其指数的一个部分 也连续这个五天持续的一个大涨 那这个后续的一个走势 还是要看这个外资的一个动向 外资联武买 所以持续走高 但是大家走了五天之后 都有点害怕 我个人觉得 这我的结论就是趋势已经反转 就是一路强势到年底 我觉得这看法不变 因为上礼拜你有特别提到 要看联准会的态度 对 这个就上一次 上一次的两种情境 告诉大家联准会当天晚上 说法结束 如果利空出境美股是涨的 那就走上面这条路 就上看弯期 如果当天讲完还是跌的 表示这个利空还没出境 殖利率可能不会下跌 那可能就必须要等待 月底的灰达财报 结果没想到运气好 他是走上面这条路 所以理论上就有机会 我持续往上走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还是觉得 也许投资会觉得连续几天大涨 万七好像也已经靠拢了 今天一万六千七了 对 我就会觉得这是一个趋势 我觉得到年底 用时间的角度 我觉得到年底是合理的 那至于真正的指数来讲 我们就边走边看 我个人是不预设立场 那刚刚提到比较重要 上一次也提到很重要的关键点 就是没在十年期的殖利率 下半年一直沿着这个月线往上走 那这一次来讲 在这个所谓利率会议之后 直接就直接灌破往下穿 而且月线现在开始下弯了 看起来趋势就已经 最严重的状况已经过 而且刚刚赵海提到 就是大家开始大量消费 从我们两岸 中国人的双十一 或者是美国 他有这个感恩节 圣诞节 所以每年在这个年底的时间点 我们看SNP500 第四季的上扬的几率 或者是平均涨幅 明显都比前面强 而且这我们是用季的角度 如果你把它拆成月份 你就会看到他是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这指数本来就是越走越强 尤其到十二月 刚好又有这个年底的做梦行情 所以我个人觉得 最 我之前不断强调 最麻烦的就是市场 还在害怕这个利空 只要利空不再害怕了 那就整个趋势就反转 一路涨到年底 我觉得是蛮有机会的 虽然今天来讲 这外资连续几天的 期货的多单布局之后 今天有稍微这个多单缩减 可是我个人觉得 应该这样讲 外资也分成长短线 短线他可能有一些 赚到钱想获利了结 但长线的部分 我觉得趋势已经确立 应该就有持续走高机会 所以应该说 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 到年底之前 氛围就是要偏向乐观 有拉回的时候买 当然不是要叫大家 涨的时候不断地去追 但是有拉回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买 不要涨的时候不敢追 拉回来的时候又害怕 那这样子的话 如果这次又没站上 没有上到这个列车 今年就是只有两段 一段就是第三季 要进入旺季 电子旺季之前 跟大家讲 有一个资金要回到电子族群 那是一段 第二段就只有这一段 所以如果又没搭上整年就都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段来讲 要告诉大家在这里 氛围还是要比较乐观 好了 只剩下两个月了呀 11跟12月 而且11月本来美股的行情 历年就是最好的 所以我觉得说 理论上大家要乐观一点点 另外呢 比较重要的关键点 就是今天的AI非常强势 可是我个人 当然今天一大涨 尤其指标股广达回创 一大涨 大家就开始乐观了 可是我在这里 我稍微帮大家踩下刹车 我觉得可能需要一点点时间 我当然我还再次重申 长线我是看好AI的 不会因为股价跌了 或大家说了什么东西而改变 长线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现在的问题呢 是我们可以回到这个9月 当时AI股很弱的原因 就是因为讲得很棒 股价涨很多 但营收出来是衰退的 大家看不下去 所以9月跌得很重 那目前呢 10月营收公布出来 表现其实 当然有些部分个股 稍微好一些些 但是目前伺服器个股 除了技嘉表现 一直很优异之外 其他的都没有办法 YOY都还是没有办法翻证 所以我个人觉得 如果你今天位阶低 大家就不会跟你计较 可是今年其实还是有涨了 超过一倍以上的股价 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用放大镜解读 所以我个人觉得在这里 相对而言并不容易那么快的强势 所以我会觉得 AI股结论来讲 就是尽量选择营收好的个股买 不然你就是等待 挥达的财报出来之后 挥达的财报应该是正向的 没有太大问题 这些不利的状况 等到挥达一出来 这些大家就忘记了 但是大家都一直在讲 高股息ETF年底换股年底换股 这东西能排除掉吗 没办法 还是没办法 所以我们这样就举一个例 我们可以看到营收好的 就十月就刚刚提到技嘉 还有就是散热主群 大家可以看到双红旗红 都是表现好 如果照理说我们看营收 这三档个股就应该平起平坐 那你问我说 如果这样三档挑我会挑哪 我会挑这两档散热主群 为什么双红旗红 人家营收都是正向的 而且九月就好 如同这个技嘉 技嘉营收甚至还比这两档更亮眼 可是现在刚刚赵华提到最重要的关键点 人家ETF正在换股 所以需要一点点时间 那我就说理论上11月到12月 他正在换股期间 那当然这个就看个人的投资 如果比较短线的 我们帮大家排序 就是理论上散热 第一营收好没有这个换股问题 这个就排前面 第二就是营收好 但有换股问题排第二 第三就是有换股问题 营收又不好的 只好又排在更后面 这个就应该很明显的一个分级 那我要跟大家讲 刚才提到11月22 等于11月底 财报如果出炉 这些就有机会出现 比较更波段的强势演出 到那个时间点刚好换ETF 这个换股的问题 也会明显的消散 所以也许这些 刚才提到第三阶的个股 可能就必须要等待 可能等到最近月底 是回答财报 1122 是是是 其实刚才提到 技嘉营收就表现很亮眼 那但是 股价怎么长这样 长这样子 这我刚才提到 因为筹码面的问题 可是我个人觉得 该反应也都反应 所以理论上 他也不会再破底 但是因为营收好一点 他会有反弹的机会 但我个人觉得 空间跟时间 也不会太长 所以这个 营收表现加值适合 短线进来 赚个价差 我觉得OK 至于长线的部分来讲 我就觉得 可能要慢慢到 11月的下旬之后 他才会有 比较波段的行情 技嘉的状况是说 例如他9月营收 也非常的好 可是第三季的季报 出来发现 费用率大增 盈益率下降 让人家觉得 营收跟他的获利 没办法划上等号 这是一个问题 可是我个人觉得 这个也是有点点 因为他下跌 然后用一个 比较适合的说法 我当然认同 他的这个费用偏高的问题 这个盈利率受到压缩 但是 整个架构来讲 我觉得财报表现 比起其他的AI个股 他是非常好的 相对还是还不错 相对还是非常亮眼 毕竟他的获利 还是不断的往上走高 所以我觉得配这个 所谓以他的财报 以他的营收 配这种股价 其实是不合理的 唯一可以合理的 就是投信 不断的这个出托 这个是他目前最大的 一个所谓的压力来源 那等到换股稍微告一段落 配合刚刚提到 NVIDIA财报 他就有机会 有波段行情了 那刚刚提及了 这个营收的部分 我们就比较简单 先讲这个已经公布的 那就比较容易 大家都可以找到 这个年月双征的个股 那我们要告诉大家 为什么营收 目前的角度 进入第四季 要稍微稍微多一点关注 那原因就是因为 这一年多以来 因为这个所谓升息的环境 导致企业的获利 都受到压缩 那台积电终于证实 就是到第四季 整个产业的这个状况 都已经初底开始回升 那重点就在那里 先好的会吸引资金 谁先从谷底开始串升 就是很重要的动作 所以你从营收 就可以看到 第四季才第一个月 有谁就已经开始串出头 那代表着未来 可能11月12月 他就有机会往上走 那重点就是 如果涨多的个股 你就可以拉回再布局 我建议大家也不用去急 但是有个问题 就是营收好了 你不要看他说 已经涨了 你就不管他 涨了不用追 但是你一定要把他 那抄在自己的小手册 或打入这个所谓的 观察名单的个股 未来只要有拉回的时间点 都是很好的布局机会 那另外就是跟大家讲 比较好的现象 就是目前公布 接近一半的个股来讲 营收也有比较明显的 这个衰退 也有比较明显回升 之前大概都是一成左右 那目前可以看到 10月的这个营收 也有整体都有好转 这就符合刚刚提到的 包含台积电说的 这个见到目前整个景气 都有回升的一个态势 那这块来讲 我们就找两档个股 给大家下去做观察 那其中冒打就是营收 年征月征都已经正向的 股价持续震荡 整理有稍微呈现 串高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这个位阶来讲 还不是这种大涨的个股 我觉得像这样的个股来讲 就没有太大的风险 但是宏洁科 因为刚营收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文贸 宏洁科全新三档 全面性的营收都转强 所以告诉大家 这个族群 要真的要认真的正视它 因为营收创高 大部分都是单一个股 你可以看到整个族群都转强 就是表示这个未来 会有很长线的趋势 所以要建议大家 真的要这个族群 要特别认真看大 可是宏洁科的一个部分 目前短线就相对有一个 比较大的正规例 所以可不可以介入 我刚刚提到可以 但等压回 两个方向给大家做参考 当强势股拉回 第一个防守线 一定是五日线 所以他来到五日线 你就可以考虑去做 这个开始分批布局 价是一个 另外就是量 量很简单 这档个股 你可以看到这几天 都有接近万张的成交量 但是你去回去看 他的月均量 大概就落在六千张左右 大概在这个位置 所以你等待他 如果说这个成交量 慢慢回到月均量 这代表着市场慢慢回到一个 比较不那么激情的一个时间点 那所以我刚刚提到 价你可以看五日线 量就看他的月均量 看什么谁先达到 你就可以去做这个介入的动作 因为PA有三雄 所以你是挑中了宏杰克 是应该说我们去抓一个比较 最近比较强的给大家参考 就涨多了 你可以等压回 那另外我们就抓一些 目前营收还没公布 就在这两阶即将公布 我个人觉得有机会表现比较好 你要考前猜题 这是类似考前猜题的概念 那简单来讲选股也 其实讲白了 讲出来就发现这也不难 你只要抓这几个月营收表现不错 八月九月都不错 重点是过往十月的营收 它也是往上翘 相对来讲就容易了 那你就可以看到九月营收 这些个股都是年增长的 然后第三季加起来 也是呈现季增的 所以就是说 它这个七八九月本来就不差 那我们抓去年十月来讲 要么就是有双增 要么就月增年增 所以看起来这个角度来讲 大致上就符合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有些人还是不了解 为什么要用这两个条件 下去做筛选 我们直接看这个个股的图 你就会有点概念 先看到先进光 这个个股觉得 走势不重要 重点我要看它这个营收 走势也很重要 先告诉他你怎么选的 这个黄色是去年的营收走势 蓝色是今年 你可以看到在连续这几个月 它都明显比去年好了 去年好惨 去年到下半年就开始往下 但是今年开始往上 所以它的得是 YOY的是持续扩大当中 而且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是它九月营收 它几乎来到这个所谓的 这五年的营收的高 一个高峰 对然后你又发现 它过往十月容易往上翘 那代表的意义就是 它这个只要十月 只要一往上走 它很容易就创历史新高 所以很容易就出现一个 不小心就出现一个 所谓历史新高的一个话题情况下 加上重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股价希望不要先行反应 如果已经大涨的个股 我就会建议大家避开 刚刚提到有机会创高 那股价还在震荡整理个股 就可以值得关注 那另外呢 可以看到最近这种所谓 育融就是所谓的租赁的相关 个股 其实股价的走势是相对 都是比较疲弱的 可是要告诉他 你看一下他的营收表现 我个人觉得其实一看就知道 他是个基优股 这是去年营收 这今年营收 而且他是这样五年 不断的往上墊高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基优股 他这个股价又出现这样拉回了 而且要告诉大家 他已经在高涨震荡蛮久 你会发现他过往十月 往上翘的情况下 万一只要一往上翘 他是不是又创历史新高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股价就在低档整理 相对来讲就是我刚刚讲 布局不代表一定会赚到钱 因为我刚刚提到 我们这也是一个猜测 但是严格来讲 你在这种这么低的底下布局 万一没有创高 也不至于让你亏钱 所以相对来讲 就是风险不高 但是如果赌对的出来是 这个所谓创高情况下 股价就会有蛮大的一个反应空间 他其实内金融 所以内金融在除息除全之后 要填息填全都会慢一点点 不过你刚刚您讲的个股 有这种本来就是稳定的基优股 也有像洪杰科那一种 本来上半年还看起来 七七三三下半年看起来回温的 你觉得这两种适合怎么样的投资人 我觉得其实两种都有机会 就是简单来讲就是 好难我只有一套钱 只有一套钱 我这样讲 转机的会比较强 但波动比较大 就是看个人的 基优股来讲就相对比较不抢眼 但是他走势比较温吨 但他有办法持续往上走 就不符合不同类型的投资人 如果你喜欢短线 喜欢心脏大科 喜欢冲击大一点 就尽量选择之前烂 现在刚刚好往上穿的个股 那如果你说 我就是比较长线的投资人 我喜欢稳定 就寻找类似这种 常年就是所谓基优生 但是你如果是基优生 他股价又在高位阶 我就觉得那就避开 他刚好又在相对比较低位阶 市场不关注的时间点 进场相对风险 就有办法获得控制 位阶您很重视 对不对 非常谢谢明翰经理 其实上个礼拜 明翰经理就特别提到 他要等联准会 鲍尔的发表意见之后 他才能确定 整体的股市能不能转向 结果上礼拜 果然鲍尔的话 有一点小松口 这个美股欢庆台股也跟上 那这一波的行情 就有机会走得比较久 虽然这两天 还是会有FED相关的官员聊天谈话 但他们谈话 应该不至于大幅颠覆 之前鲍尔的看法 但是既然行情 如果能够往下走 要选什么样的股票 刚刚其实明翰经理 给了两个方向 一个就是他本来就是基优生 位阶又比较低的 一个就是之前烂好久了 现在很明确 营收已经往上勾起来的 这些选择提供给您做参考 好广告回来来讲一下消费市场吧 双十一你开始采买了没 我是买了不少 但是我们看到手机真的很热 尤其是中国大陆 这个华为新机推出来之后 好多的零组件也跟着鸡犬升天 台场到底有哪一些零组件会受惠呢 等一下谷柯大夫点点名帮您选 皮蛇不只痛 不要等痛过才领悟 快去医院秩序 好我们看到联发科 发哥一路冲 从节目看好他七百多块钱 哎呀涨到九百多块了 很多投资朋友都说追不下手 但是要记得一件事 发哥其实他中国大陆的市场非常大 飞瓶阵营的生意做的比较多 这也代表大陆的手机 不管是华为小米似乎都卖得下下叫 那到底台湾还有哪些厂商吃得到这一块呢 双十一要来了 这一次看起来买气不简单 我们不要错过这一次的消费商机了 好首先有请我们的骨客大夫Eason 刚刚上节目前 你还特地喝了一口琵琶糕 觉得压力很大 还好就是天气变化比较大了 跟手机市场AI市场一样 上上下下 通常礼拜三会有朱老师 但是今天人家问我说 Eason跟朱老师我选谁 我是选你 所以你等一下选股要精准 我需要多讲一些技术分析 双十一听说你也买了不少东西 不晓得有没有买给我的礼物 八哥涨上900块钱了 手机旅行其实很广 AI设计记忆体PA轴承 这些都包含在里面 而且今天你要跟我们分享一个事情 记忆体里面的群联 驱动IC的联用 都在法说会后 状况不理想今天是杀下去 但你觉得是有点错杀 对那其实第三季的季报公布之前 大家常会看到这个状况 其实大家回去看八月的状况 跟五月状况都是 季报公布之前 这公司的股价 如果相对比较高档 那如果季报一讲的不是那么的好 或讲的稍微平淡一些些 股价可能就利空反应 直接是往下跳水这样的状况 但是等一下我们先来跟大家解析一下 那我们首先看在大陆的手机 可以看到其实这一波从华为打头阵以来 好像是把苹果的这个风头暂时压过去 那不管像是这个 Mate60上市两个多月 现在大概要两个月之前预订才买得到 然后华为呢 他的不是华为小米 他的双十一购物已经开始起跑了 那现在还没双十一 已经他开卖第一天 预负的这个预购金额就已经一百亿人民币了 然后i15现在也在大陆呢 平均大概降价 两千块到三千块的人民币去做一个促销 降价促销 对这在苹果是很少 很少耶 对所以苹果也是要这个出了很糟 这也要把市占要抢回来 那联发科呢 睽違十七个月之后 股价终于重新上了九百块 高通也说呢 手机的晶片库存应该都清得差不多了 所以在明年的话呢 整个智慧型手机的成长 应该是可以期待的 那其实很多的这个外资都给 他一千块以上的目标价 那我也认为其实四位数应该不难了 应该第四季到明年第一季应该是看得到 因为毕竟也才十几%的这个幅度 那可以看到其实近期 投信也是非常的捧场 这个当然就是因为他的殖利率也不错 因为高股息的ETF呢 也会去买这样子一个电子股 殖利率比较高的这个状况 所以整个手机的这个需求 确实是开始起来了 而且是苹果阵营跟飞瓶阵营 看来都是互相较劲的 一起成长的 对那这一波比较特别就是呢 苹果的这个新机发表 之前那飞瓶就已经先动了 对那所以其实两个阵营都开始了 把整个消费性的这个电子 开始往上推 那可以看到在这个双11的这个部分 大陆手机不管像是高通小米 还有像这个华为 像这个Vivo都去 推出这样旗舰的机种 那高通的话呢 新的这个新一代的骁龙8的 第三代晶片亮相 那小米是帮他站台的 先用的 对那联发科找来谁 联发科找来Vivo 也是骑验机种 采用9300的 定义93的这个全大盒 那评分下来呢 联发科好像完胜其他家 哎呦 他这个分数 比高通 比苹果的晶片 看起来跑起来 这个评分都还来高一些些 对那 这个郭明奇也说呢 下半年 华为的这个出货 有机会再提升20% 来到550万到600万部 那据统计 现在中国大陆的 这个手机销售 年增 已经比去年 大概多了快50% 50% 对所以这两年 确实疫情 造成很多的这个 消费性电子的 这个需求下降 那开始从今年下半年 开始有这样回补的力道 那iPhone15的部分呢 也是啊 在大陆首发的 这后面17天 它的销量呢 比i14相较起来 下降4.5% 这个在iPhone机种来说 算相对比较罕见的 所以可见的呢 这个大陆品牌的 这个手机 开始有这个串起 因为确实啊 智慧型手机的 这个发展 也到了一个瓶颈了 那我们等一下来跟大家讲 智慧型手机 有没有一些什么 其他的变化 那有机会再推升 它的这个销量 我终于拿到 我的i15了 白色的 我发现它的镜头 真的太凸了 因为我是一个 很容易摔掉手机的人 所以你还有机会 再买一台新的 OK 不是保护科 新的手机 对 好 那路西的这个手机热卖 可以看到 四个族群 i14G 记忆体 PA 跟手臣 都热卖 那手机的库存 去话告一段落 这个大家都很清楚 那高通 零马科 都推这样个期间的晶片 那现在i14G 大概分三类 高价的零马科当作一个指标 对 那现在开始有在动的 像是中价位的 像莲永 一些这种比较 莲永哪算中价位 也五百块 四五百 还有低价位的 低价位就是十几二十块 那营收看不出来那个 那可能大家 有些人会买不下手的 所以i14G 大概分这三类 那现在在动的 动的大概是 高价位跟中价位的 好 那在记忆体部分的 报价也止跌回升 恭喜恭喜 对 然后这个手机netflash需求增 这个讲很多遍了 大家都会背了 记忆体代付 大家都会背 那PA的话呢 大陆手机销售成长了 那产业也在相对一个谷底区 而且PA的话呢 中国大陆的供应链 要去取代 事实上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PA它实际上 单价相对是比较低 而且它的那个功率元件 有的同样的 做出来这个东西 功率四十趴 六十趴 那个差很多 差异是蛮大的 所以台厂事实上 在这一块 比较不容易被大陆所取代 这个PA三雄有它的优势 那在轴层的部分呢 就是手机到这个阶段 有没有一些其他进化的 一些大家想要买的一些特点 那包括像飞瓶手机 三星 像这个华为 都推出这样一个折叠式手机 那甚至传了民果 明天的这个明年的苹果 可能会有望去跟 去这个跟进 所以在这个轴层的部分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台厂的 相关一些厂商 好那群联跟林勇 法说一开出来 大家吓一跳 对 没有好好说啊 林勇就说第四季变淡啦 对 讲得很平淡无奇 就好像这个赵华 这个出去 男生如果讲话比较平淡一些些 那可能就是 那我就不会出去了 价就会比较低一些些 评分就降低一些些 对好那群联 联勇 先看联勇 联勇他讲的就是说 这个主要是集单 短单 那汇率用三十二块算的话 那第一四季还要季减 对 季减六点四趴到九点八趴 那毛利率大概就四成左右 但是我认为呢 他讲的这个是 这个最坏的状况 是最差最差 大概就是这样子 而且他是用前三季的状况去做一个推论 那他并没有考虑到 年底的这个消费旺季 还有像未来有这个AI手机 相关的这些需求起来 以后有AI手机就比较方便 上节目就带个耳机 就随时可以提示我 要回答些什么 希望他们不要乱讲 因为现在的深层市AI会乱讲话 会乱讲话 对 那我觉得 目前的话呢 他也是用台币的三十二块去估 那第四季 其实像现在已经快过一半了 那汇率事实上都还在三十二块 还要比较贬值的这个部分 所以如果 第四季都是维持在三十二块的 这个甚至比较偏贬值的话 那事实上电子厂 在汇兑营收的部分 我觉得还是会有增加的 那头线可以看到 持续在做一个买单 还蛮捧场的 所以联永现在又回到 这个头信这一波买进的 这个附近的区域 我觉得反而可以注意一下 两三天后直稳 那应该是 又是有一个 不错进场机会 而且这边是一个大警线区在这里 刚好就是在 把前面几个高点连接起来 今天刚好就回撤到这个位置 所以我觉得 在今天低点是一个关键的位置 联永也是高股息ETF 不太容易把它踢出去的嘛 对不对 因为算是股息殖利率还可以的 对 他殖利率也是跟联发科相当 那甚至以去年来看比林博哥还要高 所以这也是有ETF的这个义勇军的买盘 好那在群联的部分 那群联法都讲得不错 这个公司也对未来是蛮有信心的 但是呢 就是因为他坏在坏 他认为要去筹资 去把他的这个供应商的这个原料 去固装 他等于说要先付款 那所以导致呢 外资法人认为 明年可能营收 营收会上来 可是EPS可能下修 那明年的EPS可能稍微掉一下下 那包括他也要发债 发公司债 可能会稀释 这个公司的获利 但是我认为呢 去年现在回到投信的成本区 这边相对关键 那投信这边也是一直买 连续买了好几个月 那今天这个大量之后呢 大家持续关注一下 低点这个位置可不可以守得住 所以群联如果低点的位置 也同样可以守住的话呢 那又回到投信的一个成本区 那我认为 记忆体部分也是从低档 开始股底翻扬的这个状况 那群联也是在高价类股的一个代表 发债为什么不趁股价低一点发呢 都有点涨上来了 对 涨一大段才发债 大家就觉得心里比较毛毛的 是 对 那这个也是后续注意一下 好 手机零组件的这个部分 驱动IC我们看到像瑞鼎 敦泰细创 那这个其实 这个Q3的营收 已经开始都慢慢好转 都有这样年征的状况 那包括瑞鼎 也有新的这个手机客户导入 那包括在AMOLED的部分 也切入的相关的题材 那大户比例相对是比较集中的 本益比也真的低 才二十倍左右 那IE设计来说的话 其实这样本益比算真的蛮便宜的 好 那敦泰 这个要拼油亏转赢 这个就是比较偏低价 低价的IC设计 那对底是属于中价位的 那细创是比较中价位的 这本益比真的都算比较低 才十七二十 那其实未来如果市场愿意给比较高的本益比时候 那IC设计的这些类股应该都会有所表现 然后另外这样在这个金浩科的部分 微钢以及创建的都是记忆体谷底开始翻扬 那在微钢这个低价库存的部分 还有像金浩科是这个立基型记忆体 创建的部分也是有望搭上记忆体产业逐步的回温 接体里面就是望宏比较弱 对就望宏 然后华邦店稍微弱势一些些 但是其他的应该还是OK的 那宏杰科稳貌呢 在这个PA的部分 其实最近表现都非常抢眼 那刚才也有提到宏杰科的部分 都是最近开始转强的 那都是非评手机的这个需求开始爆发 那甚至明年呢 苹果的这个手机 如果再推出新的哲迪式手机的话 那应该有机会再带动一波的买气 那同样轴承的部分 那今年其实非常多的这个陆系的手机 还有像韩系的手机 都有这样子一个折叠的机种 那明年的话 如果苹果也推出这样一个机种的话 那我觉得应该也是有机会带动轴承 它这个算是比较 也是立基型市场 苹果会这么快就推折叠机吗 明年就有机会 明年看有没有机会 续传了 续传明年或许有这样子一个规划 好那你也有机会了 对啊 非常多机会 对 好那这个先看细创 细创的话呢 那这个00919跟00929呢 投信的ETF买盘 原来是在持续的 那看到这一根黑棒的 法缩利空之后 它两天左右就直稳 刚好稳在月线左右 那这边稍微有打出 这样子一个头肩底的形态 所以这边差不多是在 右肩左右的一个对称的位置 那只要未来景线这个区域一过 而且景线可以带量过的话 差不多四到五K过 我觉得就OK 那应该就有机会走出一个波段走势 而且投信进场之后呢 是持续的抱着 那它的车用产品也是需求比较稳健的 那未来整个车用的这个产品 再开始成长的话呢 那我觉得 他也是可以去持续关注的 那十月份一周也不错 投信也是持续在做一个 这个加码的 好那在金浩科的部分呢 他做利基型的产品 毛利率相对是比较佳 那在试矿比较好的时候呢 那他更可以去做一些加价 那更可以去把他的售价做个提高 那明年也要推DDR5 那预估DDR5的这个产品的售价 比DDR4大概高了四到五成 金浩科好像就一直扩着这个议题在走 对不对 对啊 这个真的是 跟其他类股绑住AI是一样的 DDR4 还好他没有讲AI了 对啊 搞不好 后来又讲说有AI了 那他这个趋势也是持续向上 低点的这个上升趋势线都没有破 而且呢 融资余的最近是降蛮多的 对 融资减肥 反而股价涨起来 那个散户在出场了 那我觉得有利于他的这个筹码安定 而且投信是最近才开始进场了 投信十月中才买一点点 十一月买一点点 这个都才开始买了 那我觉得有机会成为第四季 投信的任养股之一 好那另外在稳茂的部分 第四季的这个 智慧引擎手机拉货的力道 应该延续到明年第一季 那市场也认为 营运谷底应该已经过了 那形态面上呢 这个跳高的缺口 已经 1234567天都不回补了 那这个应该就是形成一个攻击缺口 那这个缺口应该是比较难 难再回补了 那可以看到其实外资也开始翻多 投信也开始去补他的这个库存 那营收也开出来不错 那这个真的是谷底 已经衰了很久 衰了一年多 那好不容易智慧引擎手机需求要开始起来 我认为应该不会只有这一段 这才是第一波而已 第一波其实汇档整理完之后 其实第二波的几率都是蛮大的 大家也可以多留意一下 PA三雄啊 因为稳茂以前的股价是最高的 所以大家都是以它为马首是瞻 但这一波其实是全新先动 再来红杰科 最后才轮到它 有没有什么要值得留意的 因为它的业绩看来也是最慢回暖的 对 那因为全新比较偏高档 那文贸比较低位阶阶阶阶 所以暂时可能会有一些 这三档去做一个轮动的动作 就低位阶阶比较容易涨 因为最近全新就比较不太动 对 红杰科文贸在动 对 那可是未来呢 我觉得因为市场开始找这些比较低基期 然后这样子比较落后的题材 所以这种应该会比较有爆发力 我觉得如果整个产业开始谷底向上的时候呢 那选这种比较低价位的 因为一定会最终会被带起来 大家可以去这个找这种比较有潜力的类股 所以周承你今天不讲是不是 周承上一次有讲过那个照例 像星星也是 周承可能过几个月就可以看到食品在你手上 好今天非常谢谢古科大夫Eason 谢谢 刚刚讲了各种的手机零组件 就是忘记问Eason买什么 不过他有说 他有买了手机用的耳机 所以相关的配件也是持续的在热卖中 刚有点名几个族群 例如说像记忆体其实讲好久了 就是报价早就从谷底开始往上走了 当然也要考量第四季 投信喜欢做哪些股票 那也另外解析了 虽然群联跟联勇的法说 好像都对未来看得比较保守 也有一些些隐忧 可是跌下来也有可能 第一投信年底高股息 这两档都还算是高股息 第二其实体质都还是相对蛮好的 消费市场又在回温 跌下来反而是大家可以看看 有没有买点的好机会 好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宾 赵华常常提醒这段时间 因为指数涨得比较急 所以不如回头来看产业 那产业会呈现一个轮动的状态 尤其十月营收现在陆续出炉中 赶快锁定 像刚刚明汉经理说 有一些本来十月就会往上跑的 就可能在股价上有所斩获了 希望今天理财担收 对您投资有帮助 明天再会了 拜拜